被称为更适合一灵后宝宝的蓝湖 爱尔平方 这家云一三年创立的动画公司 今年也迎来了十周年 在这个3D动画横行的时代 这家公司却用了一系列优秀的奥迪动画 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爱尔平方在这十年里 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优秀作品吧 这是在爱尔平方成立之前 还是卢衡与衡吕淑洁工作室时期 制作的第一部喜剧动画 于2012年播出 在上线后的三天内 播放量就迅速突破1000万次 当时看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真的佩服编剧的脑洞 感觉没病个十年 是根本想不到这些剧情的 更是塑造了两大无敌概念技能 银河也是河 还有李静的百分百倍空手皆白刃 动画中类似其他的脑洞还有很多 总是能直错我们的笑点 肌肉胸贵哪渣 小金刚和蛇金城的夫妻 白雪公主和平洛曹走到了一起 不要叫我大王要叫我女王大人 好的大王 报告大王 那老汉家就在前方 这些情节 让时冷和别的动画显得格外特别 虽然因为当时动画的热度非常高 于是第一部剧场版很快便上线了 将第一季中的角色通过时空的概念穿越到一起 直接给观众们来了一波众厨狂喜 最后拿下了一点奥义票房的惊人成绩 也让动画在国漫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厚色彩的一笔 二师兄也是在工作室时期的作品 于2013年上线 师兄是国内首部与丧尸为题材的动画 这部动画当初热度有多爆炸呢 动画累计点击超过5亿 当年直接登顶国内动漫排行榜第一名 就算停更好几年之后 依旧有很多人在讨论这部动画的剧情 这么说吧 师兄的主角白小飞 还有中国旌旗先生的主角王小奥 就是当年国漫的两大底流 两部动画的内容都是极其新颖的 可非常不幸的是 这两部作品曾经一起走上巅峰 却也一起跌落谷底了 中国旌旗先生因为社会被勒令整改 师兄则因为恐怖元素被勒令整改 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人 在后续15年的时候 被整改后的师兄改名我叫白小飞重新上巅 不过这一季的制作团队 已经更换为会梦了 被整改之后的内容变为太多 走下坡路也是必然的局势 而且动画的前三集因为太过血腥暴力 到现在也仍然处于封禁状态 3.震魂街 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 相信大家对于这家公司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认知了 每一部作品都是曾经刷爆过网络的 震魂街更是曾经被誉为国漫之光的存在 三国武将 曹家兄弟互换身份的改编 再加上余记的那一句 直接让这部动画热度爆炸 这个画面至今都还是各种国漫名场面中的常客 凭借着高质量的内容 震魂街第一季狂侃七点奥义播放 可是却在第二季引来了翻车 因为漫画剧情的魔改 不只让观众们无法接受 甚至原漫画作者都忍不住吐槽了 于是官方在道歉之后也是赶紧紧急叫停 对于第二季进行重置 所以至少这家动画公司对于观众的意见 是看得非常重的 这一点在我们最后要讲的动画里也有体现 4.汉花日记 你之后就把内机就放着 然后重复循环播放 因为弹幕会更新 双屏那时候另外一个屏幕也开得很好 也放在那儿 然后这块弹幕就杀了 你这块也干着火 有一种自己在直播的感觉 没错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 也是爱尔平方第一部原创作品 逗逼搞笑的风格回归 不再取材于古代神话 而是一部反映生活的多元的番剧 对于这个动画 无论是配音声音 还是剧情内容 或者是加入的梗 我就没有看到有观众说是不好的 大家的评价好像都极其统一 优点是好看 缺点就一个字 短 这里建议学习苹果槽 而且剧主也真的很会整活 插播个冷知识 苏莫婷 婷歌原来真的是歌 是由汉化的总制片崔雅杰配音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婷歌的配音还是乔飞飞老师的 阿尔平方这家公司的人员 基本都是一些怀揣着动画梦想的年轻人 他们因为动画聚集在一起 看到这些年轻人就知道了 我们国产并不差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制作主持人而已 而现在阿尔平方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 也放出了很多新作与高 就比如科幻剧作《二号地球》 就目前放出来的PV来看 我个人感觉是比谋体更令人期待的 还有入围了法国昂西动画电影节的短片 看麦子 这种国风水彩风格的动画 居然也是阿尔平方做的 你晓得 路子是越来越快乐的 最后 《时冷传说人在》 这回街坎克前行 《汉化日记》又带来新的震撼和感动 十年时间 龙河宇和李淑姐工作室变成了阿尔平方 他们是这么说的 过去 他们是一家动画公司 未来 成为一家真正的文化传播公司 希望他们能怀揣着初心和梦想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都是自己人 以后大家 立即 想睡着起 工作顺便 一想不息 你又不服 又不登校 每天都是星期天 朝着明天奔跑吧 听歌 太棒了 太棒了 是我们要的 阿尔平方